淡水区学府路与32巷口 这里有一间便利商店就在转角处 过去巷口时常发生车祸的事故 因此这间便利商店就向红数里有线电视 来申请装设店家HS 在店家门口设置一部网路摄影机 不只可以协助车祸事故的还原 还可以兼顾其楼门口的状况 在淡水区学府路与32巷口 这里有一间便利商店 而店长说过去巷口时常发生车祸事故 而他的店就位在转角处 因此就向红数林数位有线电视 申请装设店家HS方案 在店门口设置一部网路摄影机 不只是可以协助车祸事故的还原 还可以兼顾其楼门口的状况 这边的路啊 它的车流量蛮大的 而且它是处于一个三叉的一个路口 所以其实它蛮常有什么车祸 还是什么东西发生 其实我们其实蛮常有警察 来跟我们调月监视器 对对对 所以装这只之后 其实我发现它效果很不错 而且画面很清楚 店长说这个路口过去平均每个星期 就会有一到两件 大大小小的车祸事故 而警察也时常向店家 协助调月监视器的画面 帮了不少忙 认为可以用手机直接尖看状况 画面也非常清楚 次数有几次哦 大概嘛 以前的话一个礼拜 大概都有一到两期 最近是比较少一点了 对对对 因为可能刚好有小朋友 最近刚好放暑假 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店长说 其实薛福路这里的人口社区 相当集中也很多 因此店内也创立了 网路群组开放居民 加入方便订购商品 加上装设监视器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多做一些事 回馈社区 也让这一间便利商店 成为社区的好邻居 记者许多欢迎在学生方报道